哈喽大家好 大家应该都有在哪里看过橡皮柴神 它可是在泰国、日本、印度、西藏等等很多地方都被认为是柴神 而且是非常强的招财柴神 那么多神之理 为什么橡皮柴神是大象的形象呢?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橡皮柴神的形象由来 还有传说故事 橡皮柴神泛文为加尼萨 也可以称甘尼许 他的父母是印度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师婆神与雪山女神 在万物皆可以是神的印度 据说就有三亿三千三百万个神 橡皮柴神可以说深受印度人的偏爱跟喜爱 在印度更有专属的节日 除了橡皮柴神的辨识度高外 最主要是象征智慧、财富、美满和幸福 几乎涵盖人生所有美好的祈愿 不过既然橡皮柴神是两位天神的孩子 那怎么会变成像头人参的形象呢? 传说 在远古的印度 施婆神与雪山女神结婚后 由于施婆神是苦行之神 常年在喜马拉雅山的卡拉萨山修炼苦行 虽然跟雪山女神结婚后 施婆神还是一样照常会去修炼 有一次 施婆神一样外出修炼 并离开家中一阵子 之后雪山女神便生下孩子 名叫加妮萨 因为她是两大神职的孩子 出生后就非常的帅气 而且高大强壮 可以说是完全继承爸妈的血脉 加妮萨从小就非常懂事听话 有一次雪山女神请加妮萨看家 她进去屋内洗澡 加妮萨很懂事的帮妈妈看家 然而这时由于施婆神刚结束修炼 正打算回家 抱着久违回家雀跃的心情 往回家的路上 但是她不知道 妻子雪山女神已经生了孩子 刚到家门口就看到加妮萨 施婆神惊讶着 不知道何时家中出现了其他人 加妮萨从未看过爸爸 施婆神更不知道她有个儿子 加妮萨因为听说妈妈的话 在家雇者 认为施婆神是陌生人 所以不让进家门 于是两人在门口争执了许久 更是直接打了起来 由于加妮萨是两位生殖的雪脉 所以神力几乎继承了爸妈的遗传 两个人打得完全不相上下 施婆神便使季某 砍下了加妮萨的头 而在屋内 听到外面争吵打斗声音的雪山女神 两忙赶紧跑出来 但是完全来不及阻止 看到爱子倒地的场景后 立马痛哭失声 爱妻的施婆神不忍妻子哭得伤心 在了解事情原委后更是后悔不已 为了安慰痛失爱子的妻子 于是施婆神便去求大凡天神 之前影片我有介绍到 大凡天神有着创造之神的称号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去观看哦 于是大凡天神便告诉施婆神 只要明日朝着一个方向前去 看到第一个生物 把他头砍下 安置在加妮萨的头上 就可以复活爱子了 隔日施婆神 依照大凡天神所说的 沿路上看到的第一个生物便是大象 于是取得象头后的施婆神 便赶紧回去安置在加妮萨身上 加妮萨复活后 便成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象头人生形象 为了庆祝儿子的新生 施婆神赐予加妮萨新的祝福 让他成为雪山上诸多小生与精怪的领袖 也因此他又被称为群主 那关于财神的由来呢 也是一个父亲出于对孩子的愧疚与爱 传因为做爸爸的施婆神 觉得亏欠了儿子 为了弥补加妮萨 于是便命令所有神职 如果加妮萨有什么愿望目标 大家都要尽全力帮助 并完成愿望 从此只要加妮萨想要完成的愿望 如生便会请尽全力帮助 并扫除障碍 因此 象壁柴神也被称为扫除障碍之身 更因为施婆神 亏对于他 更是把天界所有的财富 适与给象壁柴神 所以是为什么他又被称为柴神的由来 象壁柴神总共有32种化身 以及不同颜色的化线 但是不管哪一种化身都会发现 他的两边象牙共同之处就是断了右半截的象牙 有些象壁柴神的造型则是手持那半截象牙 而象壁柴神那半截象牙象征着这世界上 不会有完美理想的命运 如果想要成功就需要结合知识或智慧 不过为什么会断半截象牙呢 关于这个有一个传说 世界上第一尝试 摩赫婆罗多的创作经过 象壁柴神可以说功不可没 现今我们看到的印度神话 几乎都是来自于此 智慧女神萨拉斯瓦蒂 送给加尼莎神比与墨水 使她成为学士之神 而广播仙人 在经历了班渡与聚如两个王族的争权战争后 误得了真理 在南海中浮出了史诗词句 有时她却无法做到 边口说边记录 便求助于创造之神大范天 经由大范天神指示后 找到了象壁柴神请求协助 于是广播仙人以口说的方式 象壁柴神负责用笔抄写 不过由于史诗太长 用来抄写的神笔写坏了 为了不打断广播仙人的思路 象壁柴神集中生智 想都没想就折断自己右边的象牙 沾墨水当笔继续抄写 最终完整记录下了这篇 被誉为印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的剧作 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的象壁柴神 才会少了一只牙 而象壁柴神除了那标志性可爱的大象头 还有右边端了半截的象牙 它有着极度讨喜吸睛的外形 圆滚滚的身躯 时而勇懒 时而锐利的眼神 象壁柴神 一般常见的形象 是四只手 以及圆滚滚的肚子 象征着福气满满 能容纳天下事 而在象壁柴神的鼻子前端 会勾着一个小瓶子 里面是恒河的水 去穿 这是用来替供奉他的信徒们 做洁净祝福的 而象壁柴神 手拿的物品也分为两类 分别是法器类 像是念珠 金刚柱 法罗等等的 食品类 甜品 以及各式各样的水果 而四只手的后面两只手 通常是手握法系类 有些神像 如果前面的手掌是往下 代表伺服 手掌朝外 则是不要害怕 我与你们同在 象壁柴神坐在莲花座上 前面则是他的座骑 老鼠 老鼠虽然不是非常的讨戏 别看老鼠生活在环境脏乱 不过在古时候 家中如果有老鼠 居传可是带来财富 与象征吉祥的 而在印度 老鼠是属于神圣的动物 在拉贾斯坎邦地区 还有一间老鼠庙 叫卡尔尼玛塔庙 那香火可是非常的旺盛 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更是印度著名文化遗产 很难想象吧 据说 如果在庙宇内 不小心才使一只老鼠 可是要以等重量的黄金赔偿啊 金贵的很 不过象皮柴神的座骑 一开始并不是只有老鼠 当时重生后的象皮柴神 因为爸爸的缘故 所以深受另外两位主神的宠爱 皮士奴神送了一头狮子 当作坐骑 大饭天神送了一只大鹏鸟 而他的爸爸 狮婆神却送了一只老鼠 这反差也太大了 不过最后三只坐骑 怎么变成老鼠的呢 据传说 这个典故由于来自某一次 象皮柴神率领天兵 在讨伐魔君时 魔君失处逃产 躲到地下去 象皮柴神想要乘乘追击 但是在身手不见五指的底下 只有老鼠能清楚的看见 于是便选择老鼠当作坐骑 还立了大功 从此老鼠变成为象皮柴神的坐骑 不过关于为什么选择老鼠当坐骑 还有其他说法 首先是象皮柴神身居庞大 却不起受老鼠 代表象皮柴神 慈悲与谦虚 再来印度以农业为主 而象皮柴神 驯服了肯咬农中物的老鼠 代表未明除害 而在有些画像中 会看到象皮柴神 前面的老鼠在吃东西 这可是一只能吐宝贝的老鼠 据说早采能力非常的强 能给供奉者 带来源源不绝的财富 象皮柴神的父亲 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士婆神 而士婆神则被称作为毁灭之神 大梵天神则是创造之神 皮士奴神则是守护之神 印度教认为 士婆神具有创造与毁灭的双重性格 想当然 他的爱子象皮柴神 也继承了爸爸的血脉之力 而在佛教中 根据佛典四部品纳耶加法中记载 因为士婆神的儿子 长得像头人生 导致后来他性情暴力 所以又叫大荒神 而观世音菩萨为了将其调福 化身为一个女子 将其度化 皈依佛教 并使象皮柴神 成为佛教的护法 得名大圣欢喜天 因为他护持佛法 率领九千八百万大鬼君 镇压三千世界 护持三宝 成就一切善事 相灭灾祸 于是后来成为一尊受与富贵的 有德善神 因为掌管财富的功德 所以称之为象皮柴神 在佛教中 象皮柴神有多种造型 身体颜色 有白色跟红色两种 其中红色身 十二臂为大红三尊之一 大红三尊法门是障传佛教 撒家派不外传的法门 大红三尊指的是 作名佛母 也就是孤鲁孤列佛母 还有大自在天 红象鼻天 也就是象皮柴神 传说中 象皮柴神会保佑信徒们 成功 繁荣 平安 也会对处于逆境中的信徒们 给予保护的力量 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如果你们很想快速实现愿望 那么你们可以对着老鼠的耳朵 低声说出你的愿望 这样 象皮柴神会更快的知道你的请求 而且象皮柴神还非常的喜欢吃甜食 如果供奉食 可以供奉甜食 或者鲜花 据说如果供品是原型的更好 因为象皮柴神很喜欢原型 不过切记 不要供奉弱品类哦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